看看新闻榜 他想用耗子要把我父母亲要躲死 你问他血了没有 是不是说血都把人用药打毒死你母亲来 你自己好好地看个清楚 他又为何留下心酸男儿泪 就是给你到现在去给你一七块钱 他还真是叫 我到现在一百块钱一件的衣服一双鞋都没外卖 我问什么 又是什么让老娘救万峰如此愤怒 哪有这么去问他的父母的 你们是不是这么说话的 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 进去收看叫你爸妈死跟我去贵州 家长里短不用愁都来找我们老娘救 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每晚播出的新老娘救节目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和上海市司法局共同主办 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今天到现场来精心调解的是 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著名主持人 万峰老师欢迎您 因为他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反对我跟他在一起 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以前的前任老婆回来 跟他们一起各自职 就是把我批掉 目的就是说的难题里就是把我当成小三看待 为何男友的家人要将土女士当作小三看待呢 难道他男友的上一段婚姻就是因为土女士的介入而失败呢 那其实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的要求最主要就是说希望他把福口签到我们贵州去 把结婚证跟我在贵州办了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贵州辛辛苦苦两个人攒下点钱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家了嘛 就在贵州生活不要在上海生活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生活 你说的贵州离安徽远一点对不对 我眼不见心不烦 我什么样力都减轻了 因为我为了这个家我流了不少的眼泪 好 没关系 我们来问问看张先生是怎么想的 张先生 张先生你现在是女朋友其实对吧 因为没领结婚证嘛 他现在是希望你跟他去贵州办结婚证 户口签过去去生活 你怎么想 现在不可以 现在我有父母 现在我总最迟马的就是让我把父母去杀羊走了以后 我再来去 他是高 你知道吧 本来是蛮好的一个家 我跟你说 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 我两个母爷也想过 阿姨你放心我会压你 到后面我大个人不是造亲吗 他两个男朋友 但是你离不到 怀孕了 怀孕了就是小孩子就不能要了 你说说谁啊 我母爷 你女儿 对 要住小产 他打个电话回去 不让他在家里面 把他赶出去 把我母爷赶出去 为何男友张先生的女儿小产 作为女友的主女士会这么激动 要将对方的女儿赶出家门呢 女儿在你们家里 然后他要小产 是吧 对 要流产 对 本来就造亲 按我们龙村习惯 就造亲 本来就在家里面 他打个电话回去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说说看 本来将个男朋友 后马就拦住 我离开就离掉了 我两个女儿 就是跟我妈妈一起生活 两个本来她们赶去 后来你想赶女儿出去 你说我家里是什么反应 你女儿跟你妈妈在一起 就在老家吗 对不对 对 那么他从上海打电话过去 要把女儿赶出去 对啊 为什么呢 不是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对于我们贵州人来说 有了某种风俗 如果女儿 没有结婚之前的话 如果是在家里面 打小孩什么的话 在家里面养的话 就不是对家里面影响比较大嘛 他爸妈妈就是他嘛 就是一定要打掉的 因为还年轻 怎么样怎么样 就要叫打掉 然后我说那打掉嘛 也可以对吧 要么就在上海 然后的话 我们互相照顾一下 就过去了 一个月时间很快的 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一定要叫他 我话是这样说 但是住不住得到 是他们家的事情 你打电话回去了没有 我打过了 打给他女儿 还是打给谁 打给他 好像是他妈妈解的 他妈妈什么反应 你打过去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 因为电话里面 你说完之后 他妈妈总共有点反应 他妈妈 那时间长了 已经几年了 我不太清楚了 那么你说说看 当时你妈妈接的这个电话 是什么反应 他跟你说的 那马上就打电话给我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叫他不要再 这是你想可能的 你的女儿要结婚 对 因为不到年纪 怀了孕 你们家意思要把孩子打掉 在哪里打 我说王辉 你管的那么多 人家在安徽老家打孩子 爱你什么事 你们贵州的习俗 为什么要用到人家安徽人身上 又没在你们家里 如果说到你们贵州老家去流产 你说不干 我们贵州人不可以 人家在安徽 又没到你家里来 何况我再提醒你 你一再的说 你们没领结婚证 没领结婚 你们不是夫妻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听到这 你好像理直气壮的 这个要管 那个要管 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 人家已经说了 你的女儿是不是说过 当初 阿姨我会赡养你的 金额会养你的 我两个女儿都说 对你没有恶感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管他们家 插手他们家的事情 你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媳妇 是不是这个道理 聪明吗 你聪明吗 后来 你一个电话打回去 家里老的不开心 小的也不开心 后来 所以像在5月1号 我跟他也说过 我现在有的是能说 有的是不能说 对吧 你对什么 你去认识 好 我记得是5月1号结婚 结婚 我妈是回去了 我小女儿也回去了 她不开心 因为我都不叫 我知道 未来那个事 有那个了 对吧 那你就让她一点不业 过去了 后来 两个人抵着实验 所以像 然后我小女儿 顶起来 吵起来 你女儿结婚 你们俩回去 吵什么 她跟你的女儿吵什么呢 5月2号的早上 我起来 不是 我端了一杯水 我刚起来 我端了一杯水 就放在那里 我正前 要那个喝水 对吧 然后她 小女儿就 小女儿就跑过来 对我指指花角 她说 我姐姐了 我姐姐了 为何小女儿 会质问处女士 姐姐去了哪里呢 难道跟着男友 回老家 喝喜酒的处女士 又做出了什么 令女儿难以接受的事情吗 她为何留下 心酸难而泪 她还听着叫 我到现在 一百块钱 一件的衣服 一双鞋 我没卖 我为什么 又是什么 让老娘就万风 如此愤怒 哪有这么奇怪 你看到父母的 你们是不是这么说话的 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啊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啊 广告后请继续收看 叫你爸妈死 跟我去贵州 全新月蓝油花鸡月 月寒自然清新雪儿 把肌肤水分 由内而外 吸出来 清新水灵 就像成光一样 尽情绽放 全新月蓝油花鸡月 自然护肤系列 睡得好 有护书宝甜睡 更长 更宽 全方位立体吸收 一整夜不怕漏 感觉 甘爽洁净 今天的精彩 我准备好了 护书宝甜睡系列 绵绵像是 我的头沙 看我的 集中生智真够快 可巫寺也来得快 新老妙 去自三倍快 去除多种顽固污渍 带来超快绝境 新老妙 去自三倍更快 更轻松 有机茶叶 就不一样 不污染 无添加的种植 经多国有机认证的茶叶 凝聚在黑人茶杯间 四大剑齿功能 合护口腔 新升级黑人茶杯间 交往四年多 女友竟然发现 自己的男友 与数十名女子 有不正当关系 交往六十多个 然后他还把这些人的名字 全部写在一个纸上 你是不是他受得了啊 杜杆101 亲力呈现 东方风云版 二十年盛典 三月三十号晚 九点十五分 东方卫视 全程转播 走出货车 走进他们的晚年 我是志愿者 顺手帮个忙 他们快乐的笑容 是我一直寻找的感动 快乐之缘 美丽终末 狂野 凌桑 一起来 我们一起走吧 绿剑金庄口香糖 特有不和缓视威力 持久清新 走这么久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雨还快下 绿剑金庄 持久清新 有机茶叶 就不一样 不污染 无添加的种植 经多国有机认证的茶叶 凝聚在黑人茶杯键 四大剑齿功能 合护口腔 新升级黑人茶杯键 新老娘就来了 新老娘就来了 典故怒汉万峰 冲出江湖 典故说别厉害什么 大字 那书都白念了 这些大姐未蓝 老到不老 这些那女子别老 怎么那么小气啊你 新的视角 两人抱着又狠啊 又又什么的 你没这个劲 新的观点 你既然跟异性不大接触 你怎么一下子接触 敢去开房间聊天 近在新老娘就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新老娘就 如果您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小女儿就跑过来 对我指指花角了 放手 我姐姐呢 我姐姐呢 我姐姐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姐姐我不知道 我说我刚起来 你们看到吗 我单着把水都还是热的了 我说我刚倒了一杯水在这里 还没坐下去了 她就对我指指花角了 我姐姐大着肚子 到哪里去了 赶快你给我走 赶快你给我走 她是不是到后面洗衣服去了 怎么怎么了 就这样 就伸着手指头来 她说你不是我家里面的人 你和我爸爸还没办结婚事 你滚 滚 你把杯子炸掉了 你叫她滚 然后我小女儿再吵起来叫滚 滚到后面 我叫她滚吗 你不是叫她 她叫我滚 我才叫她滚的呀 好 你叫你打电话 我就是和小女儿 这事什么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 只有我和你小女儿 对 对吧 我相信 你现在有你小女儿的电话的 我相信 你打个电话给她 我就是我 我不要好 就是我小女儿 小女儿 对吧 我在家里面 你那个家里面 我身份有吗 我地位有吗 我会说这样的话吗 你现在这样子下去 你现在你怎么 我怎么给你争取 是那个 潘级当天 与小女儿争持的状况 楚女婿与张先生 也在调解现场吵了起 到底当天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后面打量也没打起来 就是吵起来 吵起来 吵起来 吵得蛮厉害 我就呢 为了这个 维持这个 不想把矛盾弄上 我就把他拉出来 我两个就跑上海来了 这个事情 这一辈子能过得行吗 现在我跟你说 你这样子住下去 就是永远 永远都过不起来 所以我爷爷单过呀 你爷爷给我过去 我讲一句 我还在怎么说 为了叫我到贵案去 和个亲过去 我说我现在我不签 最起码就是 到我父母亲故事以后 这个事我再过去 我答应你 我一直不是亲过去 但是我最起码 把我父母亲送走以后 他马上写封信 到我家里面去 他说如浩子 要把我父母亲 要躲死 你问他写了没有 就为了要男友 签户口 楚女士竟然写下了 如此恶毒的话 到底这封信里的 具体内容 是怎样的呢 我写了 我都带过来了 是不是说写毒 又要打 毒死你母亲了 你自己好好的 看个清楚 你这个信不是都寄过去了吗 我就因为他怕 他不加天爷家出的 因为他不加说的实际话 可以说有不及时假 然后你怎么样 所以的话 我就把它复印出来了 好 我看看你这个信怎么了 我就把它复印出来了 在我们浏览整封信的过程中 许多用词激烈 十分不尽的话语 一下子就映入了我们的眼睛 到底当时楚女士 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写下了如此令人 难以接受的一封信呢 关于老鼠药的这段在这里 叫做 我想问一下 想死真的很难吗 两包老鼠药 可以让你们死个千百回的 你们真想让我在你们的儿子面前 问这样一个话题吗 你的爸爸妈妈死了没有啊 要是死了的话 我们就把活口签了吧 你听了会怎样想 关于这封信 你们觉得能够理解 这个朱女士的心态 觉得她就是因为 爱之深吧 得之怯吧 还是说理解张先生的心态 觉得她这个信 确实对父母是有辱的 亲举派 支持女方亲举红派 支持男方亲举蓝派 好 可能根本我的引擎所有 可能结束过你的肺股 你应该细思一下 你给他父母亲写信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给他父母亲写信 我就想证实这句话 到底是 就是说 要这个签负口的问题 是他父亲说的 母亲说的 还是他说的 我说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 听你说了半天 我觉得你还是很聪明的 考虑这个考虑那个 可是我又发现你很不聪明 人家是儿子说了 说你要 你男朋友说 你要我签货口 我打算等我父母走了以后 百年之后 我跟你走 哪有这么去问他的父母的 你们是不是这么说过话的 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啊 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他又很想跟你们调解了 你们调解什么呢 如果觉得这个男人这么不好 你马上离开他 拍他屁股 离开他不就完了吗 很简单的事情啊 至于你这么伤心吗 而且我们听了半天 千不好他万不好 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厉害 实质的严重的伤害到你的地方 他家生孙子的时候 他给了他孙子一千块钱 见面 作为见面 我 我儿子跟我们不是这么长时间 我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 今年已经读告二了 再读书 然后从跟他认识到现在 加起来的所有开销 不到一千块钱这么多年 楚女士为何会突然提到 给自己儿子用钱的事情呢 难道男友在经济上 对他真的是很抠门吗 我为什么不给我儿子用这个钱呢 还有那一千给的是用你的钱吗 他是跟你拿了钱 去给他那个外孙吗 这个应该是他的工夫吧 那两天我没上班 那你招什么急啊 不是 你听我把话说 他们家的孙子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外孙 他作为外公给个一千块钱 这件事情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这是应该的 但是你要这样想 他就生一个孙子 就给了一千块钱 对吧 我儿子跟他跟我 虽然我儿子不在这里 他是在浙江上学 然后的话我们见面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们打钱购解也好 总的来说没有记录 一千块钱 你干嘛要这么比 我就感到奇怪了 我跟你说啊 我也跟他说过 你叫他自己评论 我说你小孩呢 因为你在这里 你只有一个小孩 但是他老公呢 就是不发现 我说你也不要 大多了呢 被你的前面老公拿掉了 有时候就会会几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那让给他生活费 你问他 我有没有说过 我叫他打 但是这个钱 拿出来你不要吃不要用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穿的是什么 吃的是什么 我到现在一百块钱 一件的衣服 一双鞋都不买卖 我问什么 全部给你 我说二十块钱 你的虎设费 你叫虎设买卖 全部给你 我跟他说 自己找你合作的 公子卡拿到水 就是买个 乱七八糟 买个三十五百块钱 反正公子卡一套 我买四五百 买一千块钱 不是买的用在家里面吗 我拿去乱消费了吗 不是说不叫你买 你买少买一点 够吃 我说过 最好的东西 只要你吃下去 我不想花 但是不要丢 这么大一篮子 回来 吃不了 好来丢掉 谈到经济和用钱 男友张先生 再次与虎许试 争吵了起来 那么到底 他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如何呢 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 日晒六个月 肌肤提前衰老十二年 肌肤开始晒黑 晒老 巴黎欧莱雅UV隔离路 全新升级 多国专利防护技术 多方位 组结UVA 防晒黑 防晒老 只要白心年轻 组结UVA 防晒黑 防晒老 巴黎欧莱雅UV隔离路 你 值得拥有 熟睡时 你动的次数 是爸爸妈妈的两倍还要多 纸尿裤被挤来挤去 小屁屁 就容易湿湿的吧 幸好 帮保湿拥有绿色干爽层 能迅速吸收 并牢牢锁住尿湿 干爽长达十小时 帮助静享一晚精致睡眠 帮保湿超薄干爽 保洁 我的头沙 看我的 集中生智真够快 可屋渍也来得快 心恶妙 去自三倍快 去除多种顽固屋渍 带来超快绝境 心恶妙 去自三倍更快 更轻松 面对四大美女 有一位男嘉宾 却迟迟不做出选择 她说我喜欢肉肉的女孩 一百斤以下的不考虑 没想到第五位女生 竟能完全复合 有任何老师的话说 今天要超大事情来 又会如何呢 2013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 让百姓走进文化 等文化温暖城市 音乐 舞蹈 美术 书法 设计 创意 创作 戏曲 收藏 九大比赛 百个社区大展示 万知团队大竞技 社会各界其参与 千万市民共享受 来吧 2013上海阴迷 而精彩绽放 想要宝贝般粉嫩光彩 美宝莲宝贝粉嫩光彩蜜蜜蜜蜜蜜 护肤配方 加樱桃进退 一下 肌肤水水热热 快养 粉嫩 还防晒隔离 美宝莲宝贝密入 MAYBELLINE 当时尚巨星遇见明星BB霜 风靡全球蓝蔻明星BB霜 雨般清透质地 即使在严酷环境下 持久阻隔紫外线 抵御污染 无惧色邦暗沉 无暇亮白羞眼 蓝蔻明星BB霜 购买任意蓝蔻产品 即可拥有 Emma Watson挚爱之选 法国蓝蔻 新老娘舅作为全国首当调解类栏目 这里有直指人心的调解 哪个东西去结婚做啥 我觉得国家的影分是啥选的吧 枪毙 惊心动魄的情节 最原生状态的真人真事 签署的调解权益 具有法律效力 免费调解 贡献和谐 为了更好地了解张先生 与楚女士的生活情况 工作人员也特地上门 进行了采访 一进楚女士家门 我们便发现整间房间中确实十分的简陋 衣物家具等也堆放得十分混乱 对于男友的指责 他也进行了回应 我到现在为止 谈起自己给外孙一千元的事情 张先生也不离心酸地留下了男儿泪 他告诉我们 就因为女友与家人不合 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了 我现在没办法 在马路上没在真实上 把七十个人看到我说好 我回去 就是给你到现在就给你一千元 他还听你叫 我叫你不诚实 一天到晚就是骗我 别的我也没 你说我哪这么拼你 我就拼你我一个 我现在我跟你家没了 我现在就是欺负狗 我没进过去 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回来个家 是他们真的 显然因为女友与家人不合 让张先生的心里也充满了苦闷 谈起此事 双方都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面对这样的状况 老娘就万风 先将女友楚女士带进了密室 你是非常非常伤心 但是我们怎么听 怎么觉得你没道理 可能呢你还有什么委屈 你觉得你最大的委屈在哪里 他飘过的 他在外面飘过的 飘过的 一直给人印象 憨厚的张先生 真的做出了越轨之事吗 这会是让女友楚女士 真正的伤心的原因吗 什么时候 跟你所谓办了酒以后 办了酒以后 那是什么会的时候 是我会 你得有证据 你不能听别人胡说 就算他比方说有这种行为 那你怎么想 我现在问你 你怎么想 我都在 我一直都在原谅他 你原谅他 你原谅他 因为我珍重这份感情 不你做到这份感情 你要好好去营造 而不是给他父母写信 你给他父母写信 等于拆自己的台 他不想去领结婚证 还说一定要签户口 再领结婚证 如果他没什么意见的话 就有意见就不定 随便解议 在密室中 处女士说出的这一惊人讯息 让所有的人都十分惊讶 对此张先生会承认吗 你再玩个不规矩 我再问你 就为了他 我跟你说 他说你不规矩 我怎么不规矩 吃了饭 再回家 说饭 给他吃了 他说你是国会期间 再玩个不规矩 有这回事 我跟你说 这事不允许 那时候工资不是 一零零的时候 工资低吗 只有一千七 然后我怎么办保安 我跟地长两个在一起 我后面拿到两千四 我跟地长承明了说 我说这七百块钱 我家得吃喝用 完 还嫖吗 不嫖 他说你嫖 最大的就是 我那个地长去 做过指甲 做过脚膜 就是中规的 也是中规的 从来没有讲 如果假的 就洗过脚 就洗过脚 在密室中 张先生对于女友的指责 做出了澄清 那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 万老师又想如何 进一步调解呢 刚才我们分别 跟这个女朋友男朋友 都到密室里谈了一下 大体上也就这么回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是我也有什么倾向性 这个是非 基本上大家也分得清楚 但有一点很有意思 他们俩还都希望 还没有表示 一定要分的意思 这个小伙子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还是可取的 性格还蛮好 人因 总的来说 我们对他印象 应该是基本上差不多 都还觉得挺好 人也挺本分 挺老实 我不知道这个楚女士 这个你呢 我不得不批评你 因为批评你 你的确你的性格 心理是有问题的 我只要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好好的 好端端的 人家的女儿回来流产 你强行干涉 不要在家里流 我们贵州的习俗如何如何 他们在老家 还不在上海 就是 又不是到你上海的 你这个小家里来流产 你觉得晦气 你觉得不吉利 人家扒杆都打不着的事 你跟张先生 还没领结婚证 人家的女儿站在流产 爱你什么事了 对不对 你管的太多了 你的控制语 你老想控制点什么 你控制什么 你不会做人 你不会做媳妇 你也不会做老婆 本来可以搞得好好的 还有一个最恶劣的 其他我不说 最恶劣的 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因为上海人说脑子瓦瓦了 对不对 我这个上海话标准不标准 我特了 对不对 我特了 你坏掉 你脑子用普通话说脑子进水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哪怕你打你的男朋友 骂你的男朋友 都比你写这封信好 你愚蠢不愚蠢 你傻不傻 所以我就说这一点 没有人会同情你 你看你糊涂到家了 我以为你写信给公公婆婆 未来的公公婆婆 哎呀 淘淘好 素素委屈 素素苦 说你们儿子怎么不是东西 那我倒还可以理解 你是老男朋友 你心目中的老公 无谓就说 我要签户户户 得等我们父母百年之后 我签 我也安心 人家要绩效 很正常 你莫名其妙 我都没法说你 就算你们领了结婚证 何况你们还没领 我要批评一下 你们这么多年 不领结婚证 是不太好的 对不对 他自己不领我 对 你听我说不领 我需要批评你 对不对 一定如果关系确定了 我们领结婚证 以后都好办 受到法律保护 有话都好说 你们不领结婚证 你还要求来得个高 人家给外孙一千块钱 你马上想到自己的儿子 还有一个 我们也纠正一下 刚才这位女朋友说 我说你男朋友挺好 也不吃喝嫖赌 她嫖 我说她嫖什么 她说 她怀疑也没什么证据 我问你 你嫖了吗 她说没有 我说你世博会期间 没有 就是洗洗脚 没有干那个龌龊的 没有干那个肮脏的事情 这个小伙子蛮老实 我们说都是外乡人 瓶水相逢 惺惺相惜 对不对 不敢说同事天涯沦落人吧 相逢何必 成乡时 但是我们好不容易 瓶水相逢凑在一起了 我们互相看到对方的优点 那既然如此 我们缺点就要互相包容 互相磨合 而且我也跟你说过 你要她马上改脾气 改性格改不了 你也得理解她 但是我们说脾气改不了 但是缺点要改 对不对 知道自己哪些地方 不要认死理 不要钻牛角尖 好不好 赶紧好吧 我们希望你们能喝好就喝好 赶紧去领个结婚证 虽然在调解现场 楚女士没有正面表态 但几天后 我们再去她家回访时 她告诉我们 已经和男友和好如初了 当天 张先生因为老家的父亲生病 而赶回了老家安徽 在现场楚女士 也特地给男友打了电话 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们的心里也十分高兴 最后 希望这对情侣 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 轴里间 因为生活水准不同 而让一方心怀妒忌 我在老家安徽 正享受天人之乐 她是她得不到男人的欢心 就亏到老家安徽 觉得一哭暗闹才放掉 观众老娘均 善然泪下 究竟为何 你不见我老家 是小人是感人的 但是我们别人笑着 白阿姨的劝导 能否为老人打开心结 你去车 你愿意去车 你去车 明晚继续收看 神秘骚扰短信 幕后黑手 究竟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